那么再吃一个全家的传统的一个便当啊 为什么他是说他这个传统呢 因为这个咖喱猪排饭呢 应该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就见他卖了 现在是2018年了嘛 他已经卖了6年了 价格好像也没怎么涨啊 他原先就是12块5左右的样子 我具体记不清了 所以说这个传统的便当 我们看看他做了6年了 还达到是不是还是依然十分良心啊 虽然之前我吃的时候觉得他不够良心 净含量是601克啊 每100克619千焦啊 属于一个量很大的这个 量给的还是挺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餐 那么打开看一下啊 这个包装比较不容易搞开啊 这个这个咖喱 芝士咖喱猪排饭啊 因为我是健身完刚才去买的 然后回来之后先冲冲了个凉 然后再开这个 所以他放了一段时间了已经 他已经有点 有点这个蒸汽上来 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我去买的时候有两盒 但两盒这个都阴掉了 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个 哇塞他有好多溢出来的 这个 两盒都阴掉了 而且有溢出啊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包装不太好 咖喱芝士 芝士咖喱猪排饭 哇塞很多都溢到了盒子盒盖上 那么我们打开看一看吧 咖喱芝士 芝士咖喱猪排饭长什么样啊 跟以前长得差不多呀 外观上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变化 这个全家的老用户啊 应该我觉得没吃过这个的 几乎不可能 应该都吃过 有这个四块猪排 然后这是胡萝卜切切碎的 然后和这咖喱有点稀啊 然后我之前啊 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的 这个因为它的咖喱味道不对 不太好 而且这个量比较少 今天看来好像似乎有改善啊 我们先试一下咖喱里边的这个熟仔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饿了 我觉得它的熟仔很好啊 一点都没有翻生 是那种粉粉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胡萝卜 胡萝卜也是相当给一点 这你全家的厨艺提高 哎呀 我之前是觉得它这个做的很难吃的 这次吃感觉很好哎 洋葱也恰到好处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饿了啊 所以吃起来都感觉很好吃 但是每次吃的饭 录这种吃过 我都是饿的状态下录的呀 这个感觉它这个餐有进步啊 那么试一下这个猪排 有知识啊 试一下这个知识啊 知识就是力量啊 知识改变命运啊 啊 这个猪排是那种蒜香猪排的感觉 有轻微的蒜香 但是吃不出咖喱的味道啊 还不错 吃不出芝士的味道 还不错我觉得 就是猪排稍微少了一点 只有四块 不过这个饭只有十二块五啊 不能要求太高 那么咖喱配饭试一下 咖喱配饭 它这个咖喱做的很有那个 就是日式 特别日式咖喱的那个感觉 我们平时在那个国内呀 做那个咖喱 无论是拿粉稿 还是拿那些 包来稿 就如果稿出来的咖喱呢 总是少一个 就是我们的咖喱通常 稿的比较浓稠啊 但它这咖喱呢 是属于那种比较稀 但是会有一个特殊的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叫 姜黄粉的味道在里边 刚才不晓得吃到了这片萝卜 我以为它是胡萝卜 但实际上它好像是某种 它应该是白 这个感觉像是白萝卜腌的 是酸酸的一种 腌菜类酱菜类的 有可能是酸黄瓜 也可能不是萝卜是酸黄瓜 这个咖喱挺给的啊 虽然有点稀 但是味道上很日式 很有这种就是呃 应该说是很有根据中国国情 改良过的日式的感觉 不是纯日式 纯日式的那个 我们吃起来就太稀了 就完全没有味道了 那么就是这个咖喱猪排的 知识咖喱猪排饭的试吃 这个东西全家已经卖了六年了 还没下跪啊 可见是这个有它 独特的这个魅力的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魏智小白与我互动 拜拜